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朝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课的主题是地图类热门APP的产品分析 那么很显然,我们今天聚焦的产品是一款工具类型的产品 是我们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的一款产品 地图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互联网地图行业的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热门产品 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本次课的前沿部分 我们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网络使用场景呈现着这种多样化 那么移动定位的这种重要性逐渐的在彰显 同时手机地图作为BAT巨头等 O2布局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O2平台这种重要的引流入口 那么手机地图已经成为整个移动互联网发展潮流下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也就是说手机地图对移动互联网来说发生了革命性的一种升级变化 那么原来大家在PC时代可能大家仅用地图来查一查路线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那么地图里面的定位功能得到了特别重要的彰显 那么有的时候大家不仅仅是在查路线搜地方的时候 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手机地图 那么很有一种情况 经常那种情况是大家在使用其他的APP的时候 都会用到地图里面的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大家打车就需要地图的功能 大家去旅游需要地图的功能 大家在定外卖可能也需要地图的功能等等 那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整个互联网地图行业的这个发展现状 那么我们说互联网地图现在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看一下 那么在手机上用户在使用流量的时候 他们在哪些方面使用流量呢 那么有调查显示 地图导航在用户全部的手机流量消费当中 占据了19% 那么这个比例排在了第三位 那么排在前两位分别是音乐视频 还有及时通讯 那么和这两个相比 那么显然 那么地图导航 他没有视频音乐 那么花的时间长 流量费的多 也没有及时通讯那么的高频 但是他依然排在了第三位 他高于搜索 高于游戏 也高于阅读 那么可见 那么地图导航 还是在我们用户的手机里面 存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用户在这里面消费流量也是比较多的 可见地图导航在我们用户手机里面的重要性 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说尽管地图导航排在了第三位 但是不得不承认 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单纯使用手机地图 在你使用搜索浏览 及时通讯 包括社交 包括auto 包括电商等等 你在使用这些APP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功能的实现 需要地图提供导航 或者是定位的相关功能 因此手机地图对于用户 无论是流量消费 还是说功能上的帮助 都起着直接或者间接这种重要的作用 有的时候是用户直观感知到的 比如说查一个路线 有的时候用户是在不经意间使用到 比如说送外卖 比如说打车 那我们再从这个市场规模上来看一看 我们说手机地图的市场规模 这个表里面图里面列的是2012年到2017年的一个走势 当然15年到17年的数据都是预测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 那么12年统计的市场规模仅仅是1.9亿元 那么到了2014年 这个规模已经增至4.1亿元 这是一个确切的数据 那么同比增长了115.8% 那么这种大幅度的增长 也是因为移动互联网彻底的普及发展 包括欧托布局的深入 那么手机地图迎来了崭新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预计这个数据还会增加 预计到2017年市场规模可达9亿元 那么这种发展势头其实是非常乐观的 那么再看一看手机地图用户数据 相对于市场规模而言 手机地图的用户规模属于这种平稳的增长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第二季度Q2 它的使用人数用户规模到达了3.54亿 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 那么到达了4.94亿 那么到2014年年底达到了5.14亿 也就是说从3.54亿到达了5.14亿 增长了40% 那么从这个用户数来说 用户数来说和我们的预期其实还有挺差距的 那么未来最理想的局面就是用户每一款手机里都要至少装一款手机地图 也就是说未来手机地图行业 他们的愿景是每个人都有一款手机地图 那么有多少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就应该有多少手机地图用户规模 那么从目前来看虽然这个上涨的局面还是比较稳步上升的 但是呢 它离最后这个目标还有一种距离 也就意味着未来的这个市场潜力还是有很多的 那么我们再往下一层看一下 在整个手机地图的这个行业里面 那么各家厂商它的这个市场格局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谈到这种市场格局 不同的公司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推出各种各样的数据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这家公司它提出的数据 整个手机地图的市场格局 百度地图以27.7%的市场比例 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那么高德地图呢 以27.4% 以微量的优势 位列第二 那么谷歌位列第三 下面就是老虎 还有搜狗 还有这个腾讯 那么其实相对的这种数值 具体的数值 我们无需去记住 但从这个数据来看 首先排名大家要知道 第一是百度 第二是高德 第三是谷歌 大家这个排位要知道 那么从这数据里面表面上看 百度和高德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不分伯仲 当然 我们从这个地图场上的参与者不难看出 这里面 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BAT三巨头 尤其是百度和阿里 阿里在把高德全资收购之后 那么阿里也有了自己的地图 尤其是百度和高德占据了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两者相加超过了50% 那么相对来说BAT里面的腾讯 那么在地图这个领域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我们再看其他的这种厂商给的统计 这是比达数据给的 在2015年QE 那么中国手机地图累计用户的市场规模 它统计到了百度占据了65.5% 第二名依然是高德占据了20.1% 第三位是搜狗 第四位是腾讯 那么从这个手机地图活用户的市场份额 大家看 百度这边占据了67.9% 第二名是高德占据了19.7% 第三个是搜狗占据了8.5% 那么从前面这两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从市场份额和这个活用户来说 百度地图始终位列低 而且是高德地图的两到三倍 那么和刚才那份数据来说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么第一份数据呢 那么高德跟百度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那么第二份数据呢 两者差距比较大 其实这两份数据 你如果问我哪个真哪个假 我觉得都是真的 只不过统计的方式可能不同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苹果手机 大家都知道 苹果手机是最欢迎的手机 那么苹果手机里面的那只地图 用的是谁的呢 是高德 那么如果说你把苹果用户 使用地图的人数 算在了高德地图的市场份额里面 那么我们相信 那么高德地图市场份额是非常高的 那么和百度呢 可能就非常的接近 就很有可能出现刚才第一幅图展示的这种分布 那如果说你不算这个谷歌地图默认的高德地图 那么纯用这种APP的这种体量来看 那么百度地图的这个数据 现在来说是遥遥领先的 当然高德还是本居第二 那么下面这样的图呢 指的是中国手机地图日均使用的这种次数 从这种使用频度来说 那么高德呢 也是落后于百度的 本居第二 但是和百度的差距比较明显 那么QE手机地图移动的用户关注度的分布 也是高德位居第二 百度位居第一 那么无论是哪份数据 大家看排名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第一是百度 第二是高德 第三呢 可能是搜狗 也可能是谷歌 那么腾讯呢 处在了什么 第四第五的位置 那么再看一页榜单 这是一个纯排名 2015年地图APP的排名 也是和刚才分析的那个差不多 第一名是百度 第二名是高德 第三名是谷歌 都差不多